大家好,今天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烤箱 这一台烤箱是我在日本使用的烤箱 它是冬芝ERMD300过热水蒸气的微波烤箱 这种烤箱的机型主要是日本家庭常见的机型 因为日本人一般在家里面不会放很多的家电 一机好挤用 这一台烤箱它的机型算是比较有名的机型 就是所谓的石窑洞 也就是它是仿石窑造型的 它的密闭是微波烤箱里面算是很不错的 现在我们把烤箱打开之后 你看到我里面放了一个热水瓶 这个热水瓶里面放的是刚好烧好的水 所以非常的烫很热 那因为它不像一般的微波炉有圆的转盘 所以我可以直接放进去 放进去之后呢 我把我的这个笑肿 或者是有一些就是像这个乡村面包的面团 也可以放在旁边 把这个门关起来之后呢 它里面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温暖的环境 现在如果我把这个温度计呢 放在里面量一下 你看一下这个温度计现在呢 室温是17度左右 好 好 我们放个大概半分钟 我们看一下里面大概是几度 好 我们现在看看打开烤箱门 我们看一下现在是大概几度 好 你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温度计上面显示的是31.3度 也就是因为我放的是在烤箱的这个底部这里 所以这里会比较热 可以高达31点多 那如果上面的话 我曾经量过大概是在25到26左右 那是特别适合 非常适合这个发酵的温度 那如果你的酵种呢 或者是你的面包 都可以利用这个旁边的这个空间 就可以发酵了 我看大家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